《北約推新戰略救賞,北京入各國社情範圍》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現在由李東梅為你報導新聞 首先是新聞提要 北約推新戰略救賞 北京入各國社情範圍 美眾議院議長訪台 25年來第一次 歐洲已對俄羅斯實施新制裁 恐付出大代價 全球都受損 北京疫情蔓延 河北民眾強烈要求解封 中共預謀被曝光 台灣呼籲所羅門 不要淪為軍事籌碼 華府蔓延高官爆集體染疫 以下是新聞的詳盡內容 北約成員國4月6日和7日 在布魯塞爾舉行兩天的外長會議 並將推出北約新的戰略救賞 他們首次考慮中共在全球日益擴展的影響力 和脅迫性政策的挑戰 以及如何應對它所帶來的安全後果 這個新戰略概念 和五國大樓 早前的美國國防新策略中 將中共仍然定為美國的頭號敵人 有共識 因此得到美國的力挺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6日和北約秘書長 斯托爾-騰貝格會議時 重申了對北約的亞太夥伴 和新戰略概念的支持 北約首次邀請了亞太夥伴 日本、韓國、澳洲和新西蘭 參加這次的部長會議 來應對中共對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 和民主價值觀構成的挑戰 北約新戰略概念 也將疏理出如何應對網絡、混合威脅、恐怖主義等 帶來的安全後果的戰略 斯托爾-騰貝格說 事實上 中共現在擁有世界上第二大的國防預算 他們正在大量投資新的現代軍事裝備 因此我們還需要和我們在亞太地區的夥伴共同努力 而且日本和北約將在海上安全、網絡、 和其他我們有共同利益的領域共同合作 另外根據美國之音的報導 美國對與中共的競爭關係直言不諱 在內政和外交上做了戰略安排 這已經成為公開的事實 報導說 中共的戰略研究員 提出中共需要了解華府制定中國政策的新面孔 說這是美國對抗中共的新生代對華勒手 Tough New China Hands 他們看到中共上升的強勢 主張對中共更強硬 以便美國能依此在全球範圍捍衛自己的價值 推進自己的利益 美國亞洲協會的美中關係中心 曾發布調查報告指出 美國和歐洲現在面對的中共黨國 在國際的姿態變得更加強硬 更加惡客 更加蠻橫 更具對抗性 更不容忍 在國內中共也變得更加高壓 有分析認為 無論如何 美國政府的對華勒手 無論是大勒還是小勒 都從過去對中共的不了解 誤解和不切實際的夢想中 不同程度地醒覺了 在中共持續在軍事和經濟上不斷擴張 和俄烏戰爭的雙重背景之下 美國近來有意彰顯對台灣的支持 除了美國財政部長耶倫 和聯邦眾議員盧卡斯·Frank Lucas 在4月6日連續警告 如果中共對台灣採取侵略行動 或者對社會、經濟體系構成任何威脅 美國將運用一切制裁工具 將中共排除在國際金融體系之外 日本富士新聞網也有消息說 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將到訪台灣 這將繼1997年美國時任議長訪台的25年後 再次有美國國會議長訪台 台灣立委黃定宇分享了相關訊息 1997年美國時任眾議院議長金里奇 曾經率領國會議員訪問團來台灣 和時任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回顧 雙方就兩岸關係、經濟發展和交流、核廢料的處理、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問題交換意見 根據消息人士說 佩洛西將在8日啟程前往日本 原定計劃是之後訪問南韓 但在俄烏戰火之下 台海局勢備受關注 因為擔心中共以武力改變現狀 美國政府要表明支持台灣的立場 因此緊急做出這項決定 烏俄戰爭已經持續了一個多月 很多國家紛紛加入制裁俄羅斯的行列 最新消息指 歐盟執委會主席彭德萊恩 表示 不會無視戰爭和殺戮 因此提議禁止俄國煤炭進口 來對俄羅斯進行施壓 但也有不同的聲音 有美國媒體表示 這個計劃可能引起歐洲電力短缺 輪流停電和全球煤炭價格飆升等三大代價 美國財經媒體分析指出 俄羅斯是歐洲最大煤炭供應商 但歐洲對於禁止俄羅斯煤炭的計劃 尚未找到確切的替代方案 若貿然行事可能會引發全球對煤炭的瘋狂爭奪戰 會引發骨牌效應 影響全球煤炭供應市場 根據調查 歐盟進口的燃煤中 俄羅斯就佔了將近七成 其中以德國和波蘭最為依賴 波蘭政府日前宣布禁止從俄國進口煤炭 成為歐盟對俄羅斯能源制裁的第一例 但消息一傳出 已造成全球能源市場價格波動 歐洲煤炭價格就上漲了14% 亞洲煤炭價格也跟著創下歷史新高 美國更是13年來 第一次突破煤炭每噸100美元的價格 而隨著西方大國推出新一輪的制裁 簡單的選項明顯已經用盡 接下來 應該怎樣制裁 各個盟友之間已經出現分歧 歐亞集團政治風險諮詢公司 美國主管Claydon Allen 在講到制裁的時候說 在大西洋兩岸可以輕鬆完成 和可以在短期內完成的事已經去到盡了 要採取更嚴厲的制裁 美國官員需要向歐洲國家提供一些保證 即是能源市場和供應可以穩定下來 以避免嚴重的經濟困難 畢竟經濟疲軟的歐盟對任何人都不理 如果西歐陷入衰退 將大大限制他們可以向烏克蘭提供的支持 無論是精神上還是物質上 疫情在中國全面爆發 北京並沒有行免 北京過去五天本土感染者增加 涉及四條獨立傳播鏈 官方承認不排除出現續發病例的可能 另外北京一間有醫院確診兩人 連累113名兒童和他們的家長陪同隔離 陸媒消息 4月7日北京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指 4月6日14時至7日14時 北京市新增本土新冠病毒感染者7例 其中確診病例5例 無症狀感染者2例 朝陽區3例 海電區2例 順義區2例 北京鄰近河北省浪芳市 燕郊鎮和大廠院 很多人在進入北京的交通路口抗議北京風路 短片中顯示 上百民眾在一個交通路口高呼解封解封 一名自稱是大廠院副院長 公安局局長的男子 勸人回家 但未等他講完 在場民眾又高呼解封解封 有推特說 2022年4月4日 從燕郊這裡已經不能進入北京了 是不是病毒已經進入北京了 還是北京和外地隔離了 在上海最大養老院東海養老院 近期至少有20名老人死亡 是不是和疫情有關 還未確定 家屬正在了解原因 民眾在納喊 活不下去了 吃什麼 飲什麼 怎麼活 網民說 這個也叫幸福指數全世界第一的國家 上海人無法忍耐了 隔離點直接請願 要求領導出來對話 外地長途混入上海的蔬菜 堆在馬路邊 爛了 就是分不到居民手裡 民眾質問 這是什麼組織能力 幹部是不是都去了政治學習 躺平 不理事了 有人回應 需要食物的人都被鎖住了 送菜是官僚集團顯示威力 不讓人買菜還是顯示他們的威力 這就是沒有人權 只有官權 太平洋所羅門群島 計劃與中共簽訂安全條約 引起澳洲和新西蘭的高度戒備 中共方面否認有意在所羅門興建軍事基地 但澳洲媒體拿到的一份 來自中共國企的外流文件顯示 中共早有預謀 在2020年就曾提出 在所羅門推動共軍基礎設施的建設 澳洲天空新聞Sky News Australia 6日報導 一份由中韓國際承透設備有限公司 AVIC International總經理 錢榮署名的 收檢人為所羅門伊沙貝爾省前省長 K.科諾 Leslie Kikolo的文件中 提到了這項設想 報導中展示了文件照片 顯示它是中韓國際承透設備的 合同意向書 Letter of Intent 日期是2020年9月29日 在意向書中 錢榮說 中韓國際承透設備 有意在伊沙貝爾省承租一片土地75年 來推動中共海軍基礎設施工程 在工程前 中共以幫助所羅門推動基建 教育和體育發展作為有意 中方還說 將協助所羅門提升教育水平和加強與中共的軍事合作 《天空新聞》指出 中共國企提出的軍方基礎設施救賞 中所兩國政府至今還未公開交代有關內容 這項文件揭示了兩國政府的隱瞞行為 而曾與所羅門建立外交關係的台灣 也表現出高度的警惕 擔心這個行動衝擊區域安全 台灣外交部發言人歐江安 在7日向所羅門政府發出呼籲 叫他們切勿淪為中共的軍事籌碼 協助擴大他們在太平洋的軍事據點 《三立新聞》報導 按照中所安全合作架構協定 所羅門可以要求中共派遣公安、武警、軍事人員 執法和武裝部隊赴所羅門群島協助維穩 中國船艦也可以停靠所羅門港口進行運保作業 澳洲和新西蘭方面也指出 永久軍事基地有損區域穩定 並造成安全威脅 而且中共不設立軍港的說法並不可信 歐江安強調 台灣外交部和澳洲、新西蘭等民主盟友立場一致 積極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和區域安全穩定 另外有最新消息 所羅門總理索加雅雷在6日和澳大利亞兩位高級情報官員舉行會議 重點討論這份引發爭議的中所安全合作協議草案 會後索加雅雷的辦公室發表聲明 說他和澳洲總理莫里森的特使進行了有積極意義的會談 並請澳洲放心澳洲繼續是所羅門群島首選的合作夥伴 但又表示中共是一個重要的貿易夥伴 Omicron目前逐漸成為美國疫情主要的感染病株 美國政府多名高層因為參加晚宴經全集體染疫 其中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Gina Raimondo 和司法部長加蘭Mary Garland 和副總統哈里斯的通訊總監西蒙斯Jamelle Simmons 都在4月6日先後宣布確診 目前已有14人染疫 首都華盛頓每年一度的烤架俱樂部 Grid Iron Club 蔓延 因為新冠疫情停辦了兩年 在4月2日恢復舉辦 蔓延除邀請記者、媒體高層外 出席的還有國會議員、聯邦和地方官員等 參加人數超過600名 雖然在入場的時候 人人都要出示疫苗接種證明 但在晚宴上很多人就沒有戴口罩交談 除了商務部長雷蒙多 和司法部長加蘭確診之外 議員Adam Schiff和Wakine Castro 也確認感染 而副總統哈里斯的通訊總監西蒙斯 由於與哈里斯有過頻繁的接觸 可能會導致哈里斯需要進一步檢測 其他的確診者包括六名記者、白工人員 和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人員 他們的名字沒有公開 而確診者中尚未傳出有重症 各位觀眾朋友 這一節的新聞就為你報導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讚、留言並分享出去 多謝大家